大家好,我是團長Joey,謝謝你又來看我啦 這次我搬了來大國咀 我要搬屋了,這個系列已經由港島搬到九龍 還搬到新界村屋,甚至是離島 拍這個系列的原意就是想在香港嘗試住不同的地方 從而找到一個我想停留的落腳點 今集來到大國咀這個共居空間 和以往不同的地方是我將會住足一個月 我們一起看看住在大國咀這個美食天堂 到底是怎樣的體驗 首先,我人生來大國咀的次數應該不超過五次 每次都是去一個餐廳,吃完晚餐然後走 今次第一次來住大國咀,我簡直覺得這裡是一個美食天堂 基本上每天下街逛都可以發現到一些新的食物 哇,這間食宵夜真的不能彈 韓國菜、馬來西亞菜、新加坡菜 什麼都有 這條片慢慢跟大家發掘 現在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這次搬來的家 這個就是我家了 我家,但不是全部屬於我的 我之前在新加坡的影片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接下來會住在香港的一個共居空間 就像我平時去旅行的Hostel 就是你有自己的一間房間 房間不算很大 但是你可以用的公共空間是超級大 你現在看到我身後的只是其中一層的其中一個部分 現在先參觀了樓下這一層 這一層是我抱得最多的地方 你看到我身後這裏就是做事的地方 可能因為這裏是新開的 其實長期都是只有我一個人 過了這裏的工作空間之外 剛才身後你看到 這裏其實就有少少一個好像辦公室廳的位置 你可以沖咖啡、做多士、沖飲飲 帶你去一個我來到這裏 我簡直是每天都抱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身後的這個做健身的地方 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下樓就已經是 所以我現在培養了一個習慣 我每一次想看一些很長的YouTube 或者Netflix 我就會下來一邊走機一邊看 所以我覺得真的挺好 它這裏又是落地大玻璃 所以就經常都好像在一個很光暗的地方做運動 接著就是有一個FITTA 我每次帶朋友來 他們都覺得很瘋 住的地方可以有一個這樣的劇院 讓大家坐在那裏看YouTube、Netflix 其實我真的比較少過來的 我住在這裏差不多整個月 我就來了 一、兩次 雖然來得不多 但是每一次來看 我都覺得 嘩!真的很棒 我是用這個螢幕看自己的YouTube 好了 這裏可以用的公共空間實在太多了 如果逐樣介紹 真的整條片二十分鐘都不夠 說明這條片要跟大家分享大閣嘴有幾多好東西吃 那不如我們先吃第一餐 帶你們去吃一個很好吃的越南包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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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已經是下午2點半了 嘩!真是做事做到忘記了這個時間 我想見到我的這間越南包是三點鐘就關門了 所以現在要快點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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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這裡吧 在這裡我上面工作的位置一下來一層 就是這個大堂 然後呢 那裡其實是有很多信箱的 因為suppose 那些人真是會在這裏長住的 但是因為我只住一個月 我就沒有信箱的 走吧! 你看我一出來就是大閣嘴街市 跟著呃對面每一條街每一條巷 全部都是很多食店 走四分鐘就到越南包 我這次住這一個叫做 Riff Studios Taolun West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個YouTube Channel 叫做喵喵MM 他們在這裏未開張的時候 就進來住過 然後我在看他們的影片的時候 我覺得很搞笑 因為看著別人介紹自己住的地方很特別 看這裏整條街都是很多食物 這間我都覺得很吸引 是冬甩做的漢堡包 我經常見到這個大啡菇漢堡 我都很想吃 然後走前一點 這間也是很興奮的 馬羅爺爺餐室 我看到經常都很多人排隊 今天是星期一所以沒有開門 這裏是有好幾間馬羅西亞的餐廳 這條影片我一定要帶大家吃一間好嗎 我都沒有吃 因為這陣子有點減肥 所以就… 這裡… 針仔魚南包 這裏最棒的就是 你可以選半個或全個 然後你可以配湯或蔬菜 我昨天就是吃這個 第一件事拿一張卡 OK 我現在已經回到房間裡了 我真的很想快點吃 但我沒可能不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現在住的這間房間 都已經一眼看光了 我今次這間房間就是… 它是用床大小來分 我這個就是Queen Bag的房間 其實你看到這裡是好像一個… 酒店房的尺寸 因為這間房間前身是酒店 但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有很多收納空間 忘了介紹廁所 廁所就是這樣 這個門很有趣 打開就是浴室 這樣打開就是浴室 接著呢 在這裡關門就是廁所的門 即是一門兩用 不知道你看不看到 嘩… 好興奮啊 等一下 我真的… 只拿過來 已經找到這個… 越南包的香味 它真是… 好鬼死香的 你看看它就是這樣 一個… 半條包的尺寸 接著加一盒 這樣的菜 就是… 38元 這個菜是有不同的種類 有菇、秋葵、椰菜 有椰菜 喔… 接著最棒是它上面 即是流口水 加了那些不知什麼汁來的 搞得… 它本身的菜是煮菜來的 但加了這個醬汁呢 是很好吃的 另外呢 還有一個位置是可以免費拿這些水果 還有它們的包頭 就不是的 它們會切掉頭 不是的 是嗎 但這個頭是在這裡的 總之… 我都不知道 大家去了我來 留意一下 總之就是有水果 好了 給你們看看我這個法包有什麼濃料 你們看不見到有幾隻 給它橫切面你看看 你現在就這樣看 已經看到兩樣平時 羊人法包沒有的東西 就是它的乾醬和豬肉鬆 昨天才吃完 今天再吃 這道還未嫌 這道是好吃 嗯 它周圍都是 它這個包呢 是可以選擇辣和不辣的 我建議大家 一定要點辣 就算你不太吃得辣 你可以點個小辣 因為你一咬下去 那個辣味的刺激 真的跟你平時吃的法包完全不同 你一咬下去 它最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它是用了那些烤的肉 它的醬汁是很濃 很juicy 而且它還要配上旁邊的乾醬 你咬下去那一咬下去 除了剛剛我說的那堆東西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的蔥 如果不喜歡吃蔥的人 走蔥會怎樣呢 我覺得它的蔥味和鹽生味 真的令整個包吊起了 那你吃吃吃吃的時候 你覺得好像很濃很濃的時候 你再咬多一口 你就會咬到它的蘿蔔絲 立刻跟你清爽 即是那個濃清爽的配搭 真的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吃完那包 我來說 我想是六七成飽 六成 剩下不夠飽的地方 就用這個蔬菜來填飽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醬 但我看到 這條拉絲不是口水 是秋葵 上面有些蝦米的這個醬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這樣吃算就是 音量不太刷 吃飯 我來吃吃吧 吃飯 沒問題 就這樣吃到 吃飯 就這樣吃我們 吃就這樣吃 吃放上去 這個醬扇 是 真的 帶點 就這樣吃 零食 好吸引 沒有啊,沒有營養的 好辛苦啊 OMG 在我的窗台吃 今天最幸福的時間就是在窗台和欣賞日落 吃窗雞和下雞 好像背台翅一樣 我會快樂只有33元 我想說粗口,很想吃 哇,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雲 好漂亮啊 早晨啊 各位 啊,起床了 我昨晚在剪這條件的時候 哇,開頭那裏 衣服不小心低空度 哇,我真的是慘不忍道 打格仔不是 打格仔不是 哈哈 前幾天買了一個 這個這樣的 意大利包 Ciabatta Ciabatta 它呢 可以 汗熟了 接著夾蛋呢 應該蠻好吃的 Ciab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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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來了這裏的廚房 可能要大聲一點點 因為這裏有抽油煙機 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我簡直覺得這裏好像去了 Gordon Ramsey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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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的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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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 開始進來的時候 沒什麼人來的 接著 兩、三個禮拜 就開始 多了些人進來 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情侶在那裡 玩一下 煮飯仔 大家看看 它這裡 雪櫃是有六個 所以永遠都放不滿 然後中間有一個好像中島的東西 年輕濕濕眼如春戒河 今天的做餐很簡單 就是有意大利麵包和炒雞蛋 你看這個麵包多棒 還在出煙 裡面好像濕濕的 很棒 變成一片蛋 想念整個麵包 煎蛋也可以失敗 Joey我真的服了你 廚房走出來 這裡就是一個 Dining Area的位置 有這麼多桌子 讓你們隨便坐 我今天就坐在路邊旁 感覺上好像在外面吃東西 這條橋 我外面的這條橋 是我之前在旺角搭紅車 回家 就是回荃灣攜坊 每一次都會經過這條路 我那時候還在看 你住的家 一看出去就是那輛車的小巴 好像感覺很赤路 沒有被人看到裡面 但我現在這樣看出去 其實基本上是 那輛車走得很快 不會有人看到你 いただきます 試試這條麵包好不好吃 蛋也是這樣的款 好香 好有麥當勞的豬柳蛋漢堡的感覺 好香 這包真的好吃 好香 好香 我的蛋煎得很差也很美味 完全是我想起東的味道 你看到豬柳蛋漢堡 豬油蛋的麵包有點疏孔 但絕對比豬油蛋的麵包的麵包苦很多倍 我是在Food Panda買的 它叫做豬油butter 好吃耶! 好好吃耶! 這個最著名的配搭 好想吃啊!好想吃啊!好想吃啊! 多麼溫馨!天氣炎熱排隊的話 可以問店員借遮或拿冰水 我這次吃這個 剛剛那碗是98元 嘩!這麼快呢!已經到了第二天了 因為昨天晚上我隨便在廚房煮了一些食物 豐富美美的晚餐 所以今天就不出來吃 我昨天想說吃那個馬來爺爺 超興奮啊!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去馬來沙亞的影片 都知道馬來沙亞所有食物都很適合 我本身是看中了另一間馬來沙亞的餐廳 但我看到這一間有一個很特色的那山 所以我就來這裡試了 然後我還叫了這個 真的又流開水了 叫了這個吉仔水啊!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喝吉仔水和沙里汁 這裡就沒有沙里汁 但是有吉仔水 試試試試試看 哇!好辣啊! 哇!超濃的那山味 哇!這個那山都是有兩種麵 有米粉和粗的黃麵 油麵 然後呢 這個很特別 我不知道是我沒有留意 還是什麼 它有很多這些 一粒粒 我不知道這些叫什麼 就是那些 好像蜆仔一樣 所以呢 加了這個 你拌好味道去吃的時候 是有一個 更加香濃的味道 我呢 真的只割木肉了好久 所以我好久沒有吃這些 那麼香濃濃的味道 好香的椰香味 真的難怪這間店叫馬來爺爺 這間店叫爺爺 那山是它的招牌 那我就點了這個是海鮮 它是有四粒飯辣貝 然後就有剛剛那些 一粒細細的好像蜆肉 然後兩隻剛剛燒好的蝦 那蝦一送上來的時候 是超級香的 超級香的 那個吉仔水 始終都是馬來西亞的 正中一點 這個就 不是不好喝的 但是 就 差一點 可能因為呢 馬來西亞太熱了 一喝這些東西 很興奮 但是香港呢 餐廳冷氣很大 告訴你 豆泡就是精髓 因為那山的湯 表面不是有很多的 很濃濃的 我想可能是 這類似花生碎 浮在表面那裡 然後呢 把豆泡放在那裡 一拍下去 我現在拍一下 大家想像一下 拍到你的口裡 很濃烈的 幸福的味道 還有一隻蝦 鹽湯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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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殼 好 吃飽飽了 我挺喜歡這間 其實呢 我本身是想著 吃另外一間 馬來西亞餐廳 那裡呢 有二寶八咖啡 我很想喝 但是呢 我就見這一間 它是專門賣喇沙的 那我經常覺得呢 一間店可以賣一種東西 就可以 開到那麼久的話呢 它應該是 有一些特別之處 所以呢 我就最後選了這一間 很棒啊 很棒啊 它整個擺設 都是有一些 一些檳城的裝飾 那所以呢 就令我想起 檳城是最出名的 吃辣沙的嘛 我印象應該是 辣沙是由 檳城 開始的 好像是 好像是 我真的 回憶回來了 每一次講起馬來西亞 我都 我都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 我在馬來西亞遇到的人 還有 後來我遇到的觀眾 大家都很疼我 所以 我對它是 有一些 特別的 感受 就是這樣 好了 現在呢 就 回去 回家裡做事了 剛才馬來西亞遇到的 就是一間 叫初見 我吃過它的 芝士麻薯 超好吃 但今天呢 好像沒有 它這裏都有這個 寶丁包 我嘗試 有啊 這個麻薯 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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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買一個 我先 都沒有 告訴我 有 沒什麼 你 沒有 吃 茶 你吃 最喜歡 公園 就是 這裏是 最大機會 和別人 の 招呼、聞好的地方 這裏有石川路可以逛逛 一早上來梳展筋骨 這裏有一個量度高的桌子 看看我會不會六呎高 這裏有什麼意思?五呎六吋嗎? 我是167cm 高 到幾高的 早晨呀各位 我現在出來散步 這裏就是南昌公園 我完全覺得我是找到寶 因為我有一天在家裡工作 工作到四、五點 基本上真的全天都在那裏 然後我覺得 嘩不行 我要出來感受一下 沒有冷氣的空間 然後我就 隨便走 然後就看到 原來南昌公園是在附近的 那我就走過來 然後走過來 哇 這個公園 好大 好舒服 還有我覺得 這裏的公園 給我的感覺是 有一些位置是很不像 我們平時香港的公園 就是我們平時走開的公園 有一種很刻意的感覺 就是好像 你看到後面這些庭 這些庭 就是 太保護了 我覺得 但這裏就有一些 椅子 可能是隨意 在大草地旁邊 坐兩張椅子 那些我反而覺得 更加舒服 不過這裏 居然有齊了 三款鞦韆 很高 寶寶的 跟著 這個車胎的 還有 大一點點可以坐的 我覺得 大國咀真是一個很便利的地方 我一樓樓下就是7 一樓樓下就是8街 基本上 一樓樓下就是8街 一樓樓下就已經可以做到所有事情 但我覺得 對我來說最重要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哇 聽一下鳥仔聲 放鬆一下 是最重要的 好 好幸好 這裏附近 就被我發掘了這個地方 這些就是我們平時公園的椅子 它最棒是 它有 這些裡面的椅子 因為平時是 不能踩草地的 但是它居然在草地製造那張椅子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踩進去 哎 天氣不似如奇 今天呢 我特意帶了一個包 然後帶了一條椅子 打算過來野餐 但是呢 因為今早下雨了 所以呢 就 看不到 免得浪費紙巾擦 這個是椅糖海鹽的發包 我昨天在新都會那裡看到 很棒的樣子 你看 哇 出色了 我不是了 哇 好甜啊 好滅喔 因為它的甜度 也有一次 我們停掉的酒樓 啊 表面甜得好像沙翁一樣甜 你們能夠看到我嗎 出汗出到什麼地方 眼睛也是 還有幾天我就要搬走 我對大角咀完全是產生了感情 因為昨天我朋友有來探望 他就問 你現在這裡住這麼方便 你接下來搬進去很不方便 你會不會不習慣 我又覺得我會習慣 因為 我始終都很想念 我在南丫島的時候 你一進去 你會感覺到整個地方住的人 他們的感情 雖然我不是跟他們打招呼過 但是你會感受到你住久 是會 大家真是南丫島居民 這樣 我不可以拿離島和這個 這個市中心的比較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自己喜歡 嗯 那種小社區早上會和大家打招呼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願意放棄便利 去住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 接下來還有一條片 就是記錄我之前住在 在這裡大一點的房間 以及我搬到這裡小一點的房間 我兩者做過比較之後 去感受一下到底一個空間的大小 以及它整體的配套 是否跟我們的幸福生活指數 是否有很大的關係 應該就很快會出的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就看看樓下的訂閱鍵 看看你訂閱了我沒有 那我們就 下條片再見 多謝你陪了我 在這個大個咀幾天的時間 拜拜